我不想辜負一個人 就是我太太 扭著一拆 一起排完戲留在排練室看球 做了好幾次紀錄劇場 你作為一個創作演員 你覺得最困難、最辛苦的位置在那邊 作為導演 我就覺得每次都很辛苦 如何將那些浩瀚的資料綜合 然後再擺出來 每次都很辛苦 我想這是其一 真的 將那麼多的材料慢慢收窄 收窄成為只不過是那七十多熱 或者可能兩個小時的材料是不容易的 另外我想是因為我們演的時候 我們要在瞬間轉移 突然間由A角轉到B角 突然間可能由B角轉到不知道哪個角色 是有點難度的 這個我喜歡很多時候 但是我想也是一樣 就是久而久之 我會覺得這個原來也是一種很愉快的一個過程 對我來說 紀錄劇場第一件事 最初吸引我的其中都是這件事 就是每個演員不斷在那裡要變換不同的角色 我覺得做戲其中的東西好看的 就是每個演員扮演不同的角色 跟阿茶這麼多的合作 我自己的確是 最深刻的都是1967 因為慢慢經過蔡元村之後 有一點點經驗 然後接著去處理1967 這個這麼複雜 這麼浩瀚的歷史資料 我想尤其是當時我們首演的時候 是2014年 我還記得我們處理歷史資料 和我當時面對的社會環境 其實都是很呼應的 我們這班人一起進入這個歷史 但是其實我們活在當下 我的感覺是很強烈的 我想起 你說茶太 那我也要提一下胡太 胡太經常都說 你的戲吧 有茶的戲 一定最後的台詞 一定是給茶說的 不是 經常有幾個紀錄劇場的創作 譬如1967 願 六七不復在 藝術的前世今生那些 為香港留下一個很實在 很真實的紀錄出來 我的言容就好像踢球一樣 她是一個 很有經驗的隊長 當我們不知道 大家在摸索的時候 茶就沒有一個定海神針的感覺 幫我們去穩定軍心 所以很多時候 戲的最後的台詞 我都交給茶的 我知道茶一定會處理得到 好好的 一定會打到一般眾的心 但是 由你從畢業開始 已經是一個 freelance 的演員 可能又用教班 都不容易 坦白說 沒有一個全職 為什麼我一直堅持二十多年 過去很多很多很多年前 我數不回從哪裡開始 但是我記得的是我已經在接觸戲劇 是因為第一件事 之前剛才也說 我不想辜負一個人 就是我太太 為什麼呢 我當初 好像要借這個頻道 不是真的 因為我當初 我自己放下自己的工作 而投身到另一個環境裡面 一個戲劇上 就是因為我太太當年的一個鼓勵 鼓勵 因為有她的支持 有她的鼓勵 我才可以這樣有這個決心 而那個年紀 而那個時候 不熟悉整個戲劇 那個生態 還是怎樣受 偽然地放棄一份沒有穩定的工作 每個月有份人工收 誰知道突然之間 出了來吵 每個月沒有人工收 每個月要做一輪事 才有一份 還要維持到這兩個月 不知道再之後幾個月又怎樣 會怎樣 所以那時候有好幾年 我想她給了我很大的支持 我想是成郎也好 當然也是一樣很重要 我之前也很喜歡戲劇 做戲也很累 你也需要找些娛樂消遣 對我來說 我的娛樂消遣 其中一個就是看球 我不記得是哪次 開始說看球這個話題 甚至發展到 有些好看的英超球 或是一齊 一起排完戲 留在排練室那裡看球 具體真的不記得是哪一次 真的不具體 剛才說說英超 我喜歡曼城 因為我喜歡哥迪奧娜 有些踢法 就是勢力的組織 用腳法 所以現在我們就捧了人 我在英超裏面 我就捧了利物譜 我們叫做利技 或者叫做紅軍 紅軍 整隊球都很機動性 軍隊這樣上上落落 齊齊齊齊落 所以我就喜歡這隊球 我想我其中一個就是喜歡哥迪奧娜 哥迪奧娜很有導演的心 我覺得 他有整個導演的想法 怎樣去控制隊球 怎樣去排陣 其實我也是很導演的想法 是的 我喜歡橫城球 希望他可以 希望今年你又失望 是的 好 多謝你了 好 身體健康 繼續排氣再聊 繼續看球